我平时看过的庞大的小小也有上万个了 看一张照片才行作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个同学聚会 这种C位一般都是在同学中地位最高的女生去站的 她很有可能会是一个斑花 穿搭都偏向于辣妹女团风 是比较爱打扮的名艳型美女 应该就是一个白羊座 离她比较近的男生应该是双子座的 她的站位会不自觉地往她身边靠一靠 喜欢一个人会装作不在意的感觉 这位站在斑花旁边的女生 大圆眼睛家沃禅 应该就写着巨蟹座的名字了 虽然她们长得甜 但特别喜欢端着拍照 偏爱这种女性化的穿搭 她的运动服也是这种粉色系的 最右边的这个男生应该是个天蝎座的 你看她的长相很立体 脸也比较窄 但表情是比较冷的那种 穿搭也是比较内敛啊 干净的素色 而且我发现她跟左边的巨蟹女 手部动作都是比了一个叶的 头外的方向呢跟角度也都是一致的 我打赌她们两个一定有火花 而且巨蟹座跟天蝎座是官配 很容易互相吸引的 最左边站的这位男生啊 比较像是土相星座的 最有可能就是摩羯座了 她穿着的是比较土素的那种卫衣 这就很土相很直男啊 看她站的朝向是比较偏向于巨蟹女的 但是又不敢靠前一步 应该是有点自卑 很喜欢她 但是又不敢表白 不敢靠近的类型 这种感觉也非常像摩羯座 我们都订婚了 我不是她想要的那个人 她幸福就可以了 没想到被发现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就知道 请教 veh click tick tick click 对